大家好,今天介紹一隻大馬士革 熊伊斯的大馬士革 這隻八吋長 八吋長的大馬士革 這是在1996年製作 陳秉強八吋,刀片 四吋長的大馬士革 這是印度申報路角 這也是靜音 1996年 20年 皮套 皮套沒有放好 皮套有很多刮 但是這個 美國皮套還是很堅硬 已經拋光過 重新上漆 上美國漆 不是台灣漆 不是中國漆 那邊有一些花 這可能被什麼刀割倒 被刀割倒 所以這邊有一個損傷 這裡 這邊是這裡 你只要跟刀割在一起 都會有空來空去 這裏面 這皮到久了 折痕的地方容易均勵 就這樣一點 看不出來 你看它這裡面的內皮 內皮有打磨的 不會毛毛的 所以都還很近 因為都沒有在用 沒有用過 皮套 皮套是這樣 皮套比較可惜 外面刮 不是爛掉 不是垮掉 垮掉 皮套就沒有 露腳都沒有壞掉 沒有裂 你看這個 露腳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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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會不會閃光 他是用這個 0.5的 有在找什麼東西 找不到 沙子 0.5的 沙子 拋 它的 量 跟這種量 不一樣 這種量 但是很銳利 但是這種是很緩和的 你看 很像那個上右一樣 有沒有 你看這個 路腳 它不是上漆 它不是上漆 其實沒有 因為它是 經過這種 它這上面有龍毛 那個沙子 它裡面 有0.5的顆粒 跟龍毛 所以它會有緩衝 不會磨掉太多 也不會太深入 所以你看它 它那個露腳表面會黃光 所以這以前 刀場有 把這個露腳 或是 木材的 手柄 或是 轉隻刀 全部噴漆 因為它有熱刀 賣豬腳 七個月 九個月 一年 所以它就噴漆 避免它氧化 如果是銅的話 你看 有的刀你放三個月 它就 產生銅利 新刀也會產生銅利 我們下次介紹一種 可以讓銅利不發生的抑制劑 我以前是血花工 所以 所以方面 那個 賣刀的人都不懂 抑制這個產生銅利 好 我考慮得到 這些 幾次 要買到奉獄 那些 快 要買到奉獄 吗 快 感谢观看 这边有一点很细 是用那个 没有上网,所以都用粘胶 粘胶就是这样,粘胶有体积 体积假如你没有密实,然后它就会产生 这招已经磨过了,你看它在晃光 粘胶有抛过 所谓磨过,不一定是用水磨石 磨刀的攻击很多 机器很多,不一定是用水磨石 一定要感觉到老人有碰到 要不然就是磨石 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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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割紧,所以要磨力一点 这只有磨人才感觉出来 不然它也没有磨到 我在磨石 磨石 你看这个是桌上的这么多网点 1 2 2 7 8 8 8 9 6 這很難隔 今天就要試驗一種隔紙的隔壁 要試試看 這紙太軟 要割到螢幕 很深 要刺進去 所以你一定要剪刺進去 你這個刀不利 你割不到底在中間就會卡進去 再把這一刀割 麻煩掉 這為什麼叫流速割法 因為它可以變成這樣 其實是這樣子 把它剪掉 然後這樣 刺進去然後就 削過去 你可以更刺 可以更刺 只要刀很利的話 這個刀利不利 找紙啊找不到紙 這個是 這個刀剪掉進去 然後你 削過去 這個刀剪掉進去 这个柳叶销 像树叶一样 所以你这一定要 第一个 它进去就要很 很风力 看一下切口 很整齐的切口 像这种很简单 只要你这个刀刃 没有切口 它可以一直削削到底 切口 它在中间就卡住 在刃刃的地方就是抛光 不一定要磨石 用沙子也可以 你看这个沙子 沙子 那你不是第一片就用这个 一定要照 所以起码你要从 30开始 地不地你摸 然后到1 1 好 完了你又再用 这个是钻石的 上面有钻石 0.25 这个 这样用刀的话 先 像灰机一样 先降落 感触到了以后再这样带着火 每一点都要接触 这不是做样子 做样子 做样子绝对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锋利 没办法锋利 这就是割什么的 骗了 骗自己 它会下来 然后 回去就是这样 看看到有没有 这个很亮 那就是被这个 鑽石 上面的鑽石颗粒磨出来 这个磨这个 一定要很伤 要用心 不然会割到自己 它是有弧度的 不是像那个剃刀 剃刀可以这样 这样 都变成 那个 Body memory 就是说 嗯 身体继续 就已经 动作都 已经 潜意识的 动作 那这个 它这个有弧度 所以你要这样磨 磨完以后 最后一个 一定要 这来整刃 所以要把上面的 鑽石的颗粒 把它先擦掉 你要割这个 没有问题 可以加 好 这就介绍了 那个 留书 隔纸 隔纸 现在可以更细 只要你用刀拿不穩,沒辦法畫得正確 好,今天只要到這裡,謝謝你收看